不能正确理解 信经会导致异端吗 首先第一点 不能正确理解 它的这个程度也有关系 如果是肢结的 只不过是纯粹因着无知 或者理解错 不一定是成为异端 异端是明显有自己的主张 而且这种主张是涉及到 基督教核心的教义 固执的坚持的 否定正统的信仰 比如说就不相信耶稣 基督具有真正的人性 或者是不相信耶稣 或者是历史上的异端 是这种两性分离了 两个位格 基督具有双重的位格 一个是人的位 人格 一个是神的人格 所以这就出现了 这个奇怪的这样的存在 等等 或者否认三一论 或者否认因信称义等等 那这些是致命的 核心的 如果这样的错误 直接就变成了这种异端 已经颠覆了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和核心 所以这种教导是我们第一是具有一端性 它是一端性的教导 那我为什么说不能就导致造成一端呢 因为一端是需要开会评判 大公会议决定 然后定它为一端 有个会议合法的会议的问题 所以这个人教导什么否认一信称义 功劳得救等等 我们说他在传异端的教训 但是至于定他异端 这个需要教会开会去拉出来 去审问他 去评判他 调查他 然后对证 直到劝勉他不肯悔改的时候 教会共同会议 开这种会议的时候 才定他为异端 才为异端 私人 个人性是没有办法定人异端 我们说他具有一端的特性 异端性 或者是他在传异端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定他为异端 因为定异端不是个人的权利 所以这里面我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不正确理解的程度的问题 是本质性的核心性的 还是非本质性的 然后再也就是第二 这种不正确是因为我不知道错误理解 还是我就主张这种错误 给你讲明了 你也不接受 因为这个涉及到了谬望的灵 谬望的灵 不是道理通不通的 是他里面有谬望的灵 所以他持续坚持这种错误的主张 第三 涉及到异端的时候 我们个人不具有定异端的这种权利 因为这是属于教会会议决定的 有程序的 所以才能判明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为异端 但是我们却能分辨 这个人讲的是异端的教训 或者是异端性的教训 带有一端特色的错误的教导 我给你去重新的教训 我让你打了 我让你去找我 这种活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